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老师 你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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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科服中心的实习生 我叫王欣源 今天第一天上班 请老师多多指教 非常好啊 我们最近科服中心啊 好缺好缺人 可是老师我想当的是空姐 要做好一个空姐啊 首先就要做好地情 尤其是我们科服服中心 你知道吧 你的第一关就是安慰那些 被航班延误耽误得不耐烦的乘客 你有信心吗 有 好 那老师就来试一下 现在呢 老师就是一个 被航班延误得不行不行的乘客 你来安慰一下老师 好不好啊 好 那我来了啊 好 那你多死去啊 你多死去啊 老师你这就开始了是吗 说来就来了 啊 这位乘客 你不要叫我乘客 我谢谢你一家门了啊 我连飞机都没有做 我没有资格做你的乘客 这位先生 是这样 你看啊 你完全就被乘客给带走了 你要坚持称呼他是乘客 听到没有 不就叫我乘客 这 这位乘客先生 您要相信你的飞机 一定可以飞上天的 坚信 非常好 一点就透 特别有悟性 嗯 但是飞行啊 是一件很缥缈的事情 这个时间根本就说不好 但是不要怕 你看 我们有那个 就是传说中的延误礼品柜 你快速地浏览一下 好吧 到时候呢 你就根据乘客 不同的啊 等待时间 怒气质 和他的个人特征 来随机应变 好吧 好 那我又来了啊 嗯 抓你不离等 快点 诶 这位乘客 你 你杀 我杀 你杀我杀 这是我们的 烧鸭双瓶饭 非常好 吃人的嘴软 烧鸭饭 你就帮我打发了 啊 你看 他的语气是不是明显软下来了 现在假装他 哎 虎拉虎拉的吃完了 好 我都吃了两盒了啊 还不费 你过来 以后能发一盒 尽量不要发两盒 您清晨要谢 好吧 好 你这刷鸭饭也 挂啥的啊 啊 拿去拿去 乘客 你别太紧张 啊 乘客 你吃饱了 肯定 困了吧 嗯 嗯 这是我们的 新衣草眼罩 非常好啊 嗯 蒙地他的商业 哈哈 现在假装他一觉 哎 已失已失 睡醒了啊 我都睡了 三个小时了啊 还不必啊 你是不是玩我 这位乘客 哎 你别哭呀 你别哭 你别哭 水分都要流失了 水分流失了 跳个脚吧 非常好啊 麻痹他的全身 哈哈 我女儿都四十岁了啊 结个回 你说我要不要回去 要不要 你看 你真心对别人好 别人也会对你掏心窝子 是不是啊 啊 哎 但是飞行这个事情 真的是很难说的 等几个小时还好 等一个晚上 我来了啊 好 你给我过来 啊 嗯 乘客叫你过来 你就要过来 你给我过来 哈哈 你们这个飞机到底是 飞不飞啊 你 你怎么打人啊老师 你说啊 他等了整整一个晚上 气不气 气 要不要撒 要 我打的就是你啊 哈哈 老师 那我怎么办 哎 不要怕 来 你 你是老师本人吗 现在 老师 当然是老师了 你来 这个时候了 你就要给他们看这个 你看啊 嗯 这是一家四口 坐在飞机上 开开心心的 哼 此时条大网学出来 把他们都给吞了 哈哈 老师 这是什么呀 这 这就是当时轰动全美的 恐怖片 死亡航班 老师 我心脏不好 我看不了这个 那换一个 换一个 这是总森三代 坐在飞机上 开开心心的 哼的一下 哈哈 几十条僵尸出来 把他们都给吞了 哈哈 老师 这又是什么呀 这是死亡航班二 哈哈 为了增强这个惨烈的效果啊 老师还真人配音了 一些尖叫 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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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举的目的 就是彻底让乘客 对飞行这件事情 失去欲望 哈哈 还想不想做空姐了呀 我如果不做空姐了 我在地上好好待着 太好了 会有问心啊 那老师就来和你演示一下 死亡航班三吧 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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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